眼前景象一片雾妈妈 白雾笼罩 路边摊像是盖上了一层薄纱 游客走在沙滩 几乎消失在云雾中 如果没有路边的景象 还真的像漫步在云端 这是高雄期间 6号下午网友目击 白妈妈的雾气从海面上飘向陆地 把这奇景拍下来 当地人直呼 这是让雾有台风生成时 偶尔会出现 近过差不多50公斤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间全都起雾 人家很陌密 因为后面是山 白雾涌照铁金沙滩 真的有让雾这个名词吗 气象站这样回应 我们气象上是没有让雾这一个名词 浪花有时候就是会被吹到空气中 那再配合上这个滴云 或是海上的雾 被吹到 被西南风吹到这个陆地上 渔民所谓的浪雾 其实是海风把海上滴云跟雾气送上陆地 看起来才会雾茫茫 而东港外海则是波涛汹涌 对流云系加上摩羯台风外围环流 海面风浪大 东游线交通船乘风破浪 向海盗船摇晃剧烈 尽管如此还是交不习码头边游客的热情 要到小琉球参加银王祭 宜兰 全天来这参加那个 有三年一口五点 看起来风景太大了 会怕他们出的 对啊 对啊 银王祭三年一次 外线市的游客特地揪团参加 一早五点多就有人排队等搭船 估计会有万人登小琉球 交通船再怎么摇晃 游客都不怕晕 东森新闻于家雄 崔贤雅在高雄屏东综合报道